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打出好球的时候一定有非常热烈的掌声 某球呢跑到球台的上方去 虽然一号球也在球台上方 但现在要进攻恐怕有点困难 二号球已经冲进了 哇 想要尝试灌球 没有灌进 这可是菲律宾选手的绝招 我们看一下一号球没有灌进 某球向画面的左边跑 刚才呢看到DRAGO做了一个抱歉的一个手势 可能是正好掉到球了 嗯 没错的确是掉到球了 两颗星解球 看看力道 哇哦 差一点点也掉到 看起来好像没有掉到的样子 还可以打到一点点边 虽然没有完全掉到 虽然没有完全掉到 刚才看了一下母球想要停的位置 看看魔术师的母球的控制能力相当的好 相当的出色 不过TONY DRAGO 他看起来没什么太多思考 马上趴下就解了 现在一号球 可以来尝试薄球 可是现在看看 下面一个三号球呢 在现在画面的几乎是最右边 蛮靠近台边的 而且它的近代很明显的 它做球方面就受到了限制 抹球回去 哇 不要掉到自己了 这运气真的蛮不好的 自己掉到自己以后 还要自己来解球 两颗星解的非常漂亮 闪过了八号 但是现在三号球 露出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TONY DRAGO FREIS都还没坐下来呢 DRAGO已经要准备出竿了 四号球打进一颗星来做五号球 左看 左看 右看 中带打进来做六号 好 好 做成了一个薄球 没问题 所以这一次 就是在这一局当中 刚才三号球自己掉到自己 对于黄树师来讲 当然是这局的一个关键之所在 九号球打进 很快的 苗树水手形成了1比1名手 这是第一天的第二阶段的第二场比赛 也就是说呢 是在今年的花石壮球联赛当中第五场 赶快要来看看第三局的比赛 那么单数局的比赛呢 要由FM Reyes来冲球 双数局是由TONY DRAGO来冲球 这次冲球有球劲 而且呢 在画面左下角底带进了两个球 但现在一号球好像躲到二号球上面去了 如果没看错的话 Push out calls 好 准备要来打一个push 把三号球往台边打了一点 不过我们看到呢 在这盘球当中呢 一号球是问题之外 五号球也是个问题 好像还可以看一点点一号球的边 哇 DRAGO真是什么都不放过 有机会形成掉球 好球 两颗星让母球回到球台的左边去 现在画面左边 也就是现在的下方 一颗星到两颗星来解球 用勾的勾回来 有机会勾进 哇 谢谢 魔术再次上演 这球勾的真的是有够准 虽然最后有一点滑蕾 不过 这球勾的真的是太准了 魔术师在表演完他的魔术之后 好像没事一样 用灌的 而且顺便想要把这个 五号球跟八号球再给碰开 这真可以说是一石二鸟之计 只可惜二号球没有灌进 碰一下三号球 三号球没有碰的比较出来 如果碰的再薄一点的话 刚才碰到了整个球 再碰的薄一点的话 也许会好一点 所以不太适合进攻 情况底下 再来选择防守 也是好球 不过从刚才呢 F Reyes 他有这样的一个精彩的 解球带进的一个表现以后呢 我想 不管是Tony Drago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选手也好 这个要面对F Reyes 这个防守真的要守得相当的彻底 有点诱惑人 下一个目标球是五号球 碰到了九号 母球要再多用点力 嗯 角度还是太大 所以两位选手今天呢 运气都出现了不好的地方 这五号球很显然的 也没办法来进攻 也没办法来进攻 嗯 看看母球跟八号球之间的相关位置 那当然你把这个子球呢 打到九号的旁边呢 要付出一点这个冒险的代价 就是现在了 魔术师也许可以变个魔术 就把九号球给弄到 弄到这个笔带里面去 小心 看看九号球 真的弄进去了 真的弄进去了 F Reyes在这局比赛当中 实在太精彩了 连变了两次魔术 再看一下慢动作 这个五九的组合球 在这局当中 不但一号球用倒勾的勾进 而且五九的组合球打得很准 所以真的 这又给了Tony Drago另外一次的教训 面对魔术师的时候 真的不要轻易的做这样的尝试 Drago冲球 一号球 一号球进 现在三号球 是第一个目标球 看起来 三号球的位置 应该是在左边的 靠台边的地方 嗯 Tony Drago不愧是过去呢 打Snooker出身的一位选手 相当的准啊 六号球 轻轻地打进 六号球轻轻地打进 七号球做到右上角的底带 再一颗芯出来 再一颗芯出来 所以现在的Tony Drago的跟 对手Evan Reyes两个人 打成了2比2的平手 不过呢 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我们要期待更多的魔术出现 稍微休息一会 好 您 刚才呢Tony Drago 可以说是毫不手软地 把这个九号球给薄进 两位选手目前呢 在广告之前 形成了2比2平手 要进行第五局的比赛 Nigel Reyes 是这场比赛的主审裁判 轮到FM Reyes的冲球 5球 5球差一点朝中带而去 冲球还不错 5号球进 5号球假如说能够停在带口的话 现在要来薄1号球 可能对于FM Reyes来讲的 这个把握性就更大 做到3号球 做到3号球 3号球角度蛮小的 5号球 5号球 勉强碰台边1颗心出来 4号球 变成了一个稍微中远距离的球 不过 对魔术师来讲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顺利 顺利薄劲 角度相当的好 6号球轻轻碰劲 就可以很顺利的做到7号球 看到还下了一点点阻塞 再碰一下9号 所以刚才母球碰一下9号呢 其实也碰得很漂亮 感觉上有一点像是 借用9号球来把母球挡住的意思 9号球 简简单单的打进 这局可以说是进行的相当的顺利 魔术师在前面一局呢 表演了魔术之后 在这局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球技的一个全面型的发挥 不过当然对于马尔他的快翔侠 Tony Drago来说呢 相当重要的也是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呢 也就是这个冲球局呢 能够稳稳地掌握住 两位选手都是蛮有经验的 虽然当然相较迹象呢 Tony Drago在9号球台上的经验 稍微少一点 母球弹一颗星回来 碰到了一下二号球 不知道有没有挡到一号球 一号球目前在左边 Tony Drago目前38岁 FM Reyes49岁 从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 二号球是完全挡住了一号球了 好 考虑了半天 打了一个 跟裁判说明了这个要来一个push 把球推到右上角去 哦 这个球会不会 好像一直要考验一下 FM Reyes这么远的球 你能不能够怕打紧 我球会贴在台边 干脆让Drago自己来打 Drago迫不及待 已经是趴在球台上 这个距离 拿这个过去Snoker的球台的距离来比啊 过去Snoker的球台实在太大 而这个距离感觉上就像 很容易的 好像这种Snoker的横台的距离差不多 5号球 5号球 薄球 两颗心来做6号同一个带 拉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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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台边 再来做上方的底带 稍微有点不好下杆 没问题 一颗心回来 所以对Drago来讲 当然他的这个准度呢 可以说是在这个9号球球台上面 是他的一大特点 所以因为有这个准度作为后盆 所以他才能够打得这么快 谢谢 谢谢 我们看到了 Tony Drago 他不但有支持者 而且呢他的女朋友 当然也在现场来帮他加油 看看他这个远球 打得可以说是绝对不投机取巧 双方呢进行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形成了拉锯战 3比3平手 还剩下4局的比赛 说不定这会是第一场 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各自拿下5局 评分2分积分的一场比赛也不一定 魔术师的冲球 所以魔术师自己表示呢 他自从1984年开始呢 就已经开始 在打球的时候 加入了一点点赌博的性质 1984年到现在 已经是有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 真的是一位相当老经验的选手 那么至于Tony Drago 他自己表示呢 他打撞球了18年的时间 其中呢 在9号球的领域当中 他研究了7年 看他就3号球 薄球 薄劲 抹球2颗星 做4号球 现在4号球 是比较困难的 远球的宝球 这球滑很远 哇 超级大滑咧 所以真的要建议一下主办单位 明年可能要把这个带口稍微改小一点 6号球进7号球 右上角底带 准备要拉端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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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球 哎呀 要想办法脱离台边 但是呢 力道不太够 当然也可以说力道稍微大 9号球 又是一个薄球 跟刚才DRAGO的这个角度呢 有一点点像 而且呢 最后的结果都打进 4比3了 也就是说呢 下一局 TONI DRAGO 不管怎么样 要想办法能够抢下来 DRAGO跟Evan Reyes之间的比赛 可以说是两个人打得难分难舍 Evan Reyes呢 在前面一场比赛当中出战 Ronnie Morris 那场比赛 Morris一开始是保持领先 但没想到呢 连续的两个8号球的失误 使得那Evan Reyes 最后反而倒是6比4赢得了比赛 哦 DRAGO运气不错 这个1号球 最后还是跑到了母球的跟前来 2号球 2号球薄紧 5球回头准备做4号球 3号球 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 没什么问题 保紧 所以我們看到DRAGO的 剛才已經提到了,他在比賽當中的這個特點 其實他出竿相當的穩健 八號球打進 抹球回到球台的下方 哇,馬上要形成4比4平手 真的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好戲 兩位選手在4比4的情況底下 第九局由FM Reyes衝球 第十局是由TONY DRAGO衝球 直到目前為止呢 可以說大家都把自己的衝球局保護得相當好 也正因為如此 所以才能夠形成平手 中球有球進 某球在球台中央控制得還不錯 但一號球現在跑到右邊去了 只能稍微苦笑一下 這次 這個衝球呢 一號球的位置不太影響 但是呢 魔術師還是把它給保進 母球直台 再看看剛才的這保球 這次保得滿準的 母球直台以後 做到二號球的保球 那麼現在檯面上的一個狀況呢 就相當的明朗 三號球的中袋 打乾以後 做四號球上方 右上方的底帶 當然再一個低竿就可以來做五號球同一個帶 六號球 可能稍微需要一點角度 沒錯 六號球來點角度 然後就可以做到八號球的同一個帶 然後就可以做到八號球的同一個帶 看起來FM Reyes 要先拿下一分的積分 九號打進 9號打進 所以目前呢 FM Reyes拿下了一分的積分 笑得很開心 但是 下一局更重要 從重球開始就相當重要 DRAGO DRAGO這局的衝球 將刻意有機會來決定他有沒有辦法 能夠在這場比賽當中拿到一分的積分 4比5 這是比賽的最後一局 重球有球進 母球往右邊跑 但二號球所在的位置相當不錯 直接推下來就可以做到三號球 而且現在我們看到 九號球的位置呢 是在七號球跟五號球中間 三號球的薄球 哇 母球走了相當遠的一個距離 可以做到四號 Tony DRAGO 來看看五九的組合球 他想走捷徑 不過其實 九號球距離帶口還滿遠的 所以他現在來薄中帶 所以剛才的五九組合球只是 虛晃一下 碰九號球碰得相當漂亮 直接做到了七號 所以兩位選手即將形成一比 五比五平手 也就是說呢 在這場比賽當中 兩個人是評分抽色 各自拿到了一分的積分 這的確是一場 非常勢均力敵的精彩好戲 而兩位選手 也沒有讓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失望 Tony DRAGO一分 Evan Reyes一分 在第一天的第二階段 兩場比賽當中 夏輝凱是六比四 打敗了Holman Tony DRAGO跟Evan Reyes 兩個人扯平 各自拿下一分的積分 所以在積分榜上 夏輝凱仍然是領先所有的選手 Evan Reyes 我們佔據第二 一場 今天我們為您帶來的 Tony DRAGO Evan Reyes 這場比賽